不管水流怎麼沖刷 抑制之餘照樣卡在細縫裡 動彈不得 只見下半身懸在空中拚命掙扎 這幅景象在附近村民眼中 卻成了簡便宜的大好機會 現在它是把卡在那裡的魚 然後弄下來了 現在就是只要魚不要命的節奏 山東為訪這座水庫洩喉 由於閘口開得小意外卡魚 吸引村民不要命的抓魚 讓人看得冷汗直流 而在浙江海寧有遊客不顧危險 走到離堤防20公尺遠的石堆上 想一堵潛塘江美景 卻沒注意漲潮回不去 只能靠巡邏遠景下水救人 當這個女子 我們成功救上來之後 這個潮水已經可以看到了 馬上就要到了 千軍一法之際把人救上岸 無獨有偶在青海也發生 類似遊客困在河中沙洲的意外 好在四人最後都幸運脫逃 下回別再貪圖一時的暢快 讓自己陷入險境 記者綜合報導